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场比赛来自于2017年的大师赛 也是双方交手里面比较经典的一场 熊辉锦标赛的第一龙定竞辉是10比5战胜了小钢炮 熊辉锦是10比4战胜的卡特 两个人状态都不错 所以这个比赛的胜负就要看临场发挥了 选择了中间的这颗红球直接推下来交黑球 57 57 security could play this black come up the top cushion and cannot lose those two race just below the pink leave him a choice of reds i could have i just got away from the red he is q-1 oh but does not to do much with the cuebar 定律会和炯哥呢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架杆非常犀利 但是目前架杆打的最好的是炯哥 打L47如果有一杆不到位 那么后面的架杆可能都需要去不断的调整 所以对于控球的要求非常高 这一杆白球走得少了不太理想 红球是向上的角度 这一杆如果要叫黑球的话 只能强行去绕台了 看一下定律会的选择 这一杆效果还不错 虽然蹭大的咖啡球 但是还是基本到位了 炯哥也笑了 两个人最近一次教授是在去年的世锦赛第一龙 当时定律会是8比10输给了炯哥 现在基本上调整回来了 96 很多曲名说定律会穿这套衣服非常的帅 确实是有点 观众的掌声依旧非常热烈 104 105 105 这一杆好像是刚好能看到红球 差一点点走过了 好球 好球 胜利的叫到黑球 现在进入到青彩环节 这一杆白球走多了 太可惜了 看这个黄球电竹会怎么打 看下这个黄球电竹会怎么打 看下这个黄球电竹会怎么打 可惜没有打进 好